說實在 撤回 我想他就是效應決定的 應該是這樣說吧 在座檢討的心 撤回 指揮中心評估以後認為 考慮當前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蔓延 正處於關鍵的高峰期 為了降低來自疫區的人員流動風險 這項方案已經撤回了 他說 總統說 非常時期 防堵疫情 才是我們最優先的考量 請大家放心 博文你怎麼接受抗議 昨天第一時間下午蔡處長開完會議之後 包括LINE 包括臉書 包括報酬私的電話 一大堆抗議 走出去 連走出去 都有民眾來問說 你們現在是防疫做得太好嗎 現在都沒關係嗎 現在抓了 沒有 說這話 說起來 這件事情真的是第一時間已經造成很大 所以我認為現在大家真的對防疫這個部分 大家其實是很擔心 我覺得在這個節骨眼 防疫優先 我們的陳時中指揮官 我覺得他做得太好 而且很專業 所以我認為這個節骨眼 我們要順時鐘 不要逆時鐘 我剛剛陸委會昨天那樣的 順時鐘 對 逆時鐘 網路上說 逆時鐘變成民通 順時鐘 順時鐘得昌生 那陳民通我就慘了 陳普通是逆時鐘 因為昨天大的感覺就是說 你何必多此一局 陳大哥 我說起來 昨天那個陸委會 包括處長跟後來的 陳主委的解釋 坦白講越講越混亂 你知道他後來晚上不是講一個 你剛剛有講一個小明的故事 然後他同時說我們有五個條件 說在中國沒有親人照顧 然後這個父母親都沒有辦法照顧 你要知道 我們很多就是 你春節帶回去去見外公外婆 他這裡面也講 春節見外公外婆 春節見外公外婆 你怎麼可能回到台灣的時候 父母說 你到我家都沒人照顧 外公外婆沒有辦法照顧 然後我自己就跑回來 所以這是邏輯不通 你知道昨天第一時間還傳成怎麼樣 傳成說 你們現在 昨天就活生生一個人跟我講 所以你們現在竟然要開放 中配的親友來台灣 變成親友 其實是子女 而且那個部分線索很多 剛剛這個王委員有解釋過 可是你看第一時間 包括新聞媒體 標題 或者是各種混淆的這種 解釋不清楚 就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疑慮 所以我認為這是一種 對疫情 對中國的那種 疫情不斷擴散的恐慌 還有台灣是守著好 否則我覺得現在這個情況之下 如果這個消息下去 恐怕會造成更大的困擾 是 直到兄 所以陳明通要入台嗎 這個要民進黨高層去決定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當然這個很短命的政策 幾乎不到一天 沒有執行的政策 對 非常短 我說實在 我覺得你的政策長推出來 今天被推翻 這個是很丟臉的事 那當然我比較好奇的就是說 陳明通要做這個決策的時候 看起來橫向的聯繫是缺乏的 因為你看今天我們陳時中部長 已經出來了就打臉他 基本上 所以就禁止這個陸配的子女來台 主要就因為防疫的能量 恐怕會不足 那這個部分 事先為什麼陳明通主委 沒有跟陳時中部長 或說這個留意中心的 這一些專家學者 是不是有討論過 那假設他得到討論背書 再來宣布這個政策 我覺得還合理 可是看起來不是嘛 所以說當然 換言之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決策品質恐怕是有問題的 那未來這個什麼陸委會 因為你想的周延性實在很不夠 沒錯陸委會會出事 那請問其他部會 也沒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 對 所以我要講說未來 因為現在主要 像我們現在開二級指揮中心 現在陳時中基本上是 擔負著我們整個防疫的指揮官 那未來相關的這種政策 我想應該都要匯之 給這個部長知道 讓他們一起共同來做決策 不然這種這麼短命的政策 這個真的我覺得 出來以後有點自私一分 他本來陳明通是要什麼 他自己都出來講 本來是人道的考量 本來是因為要用 透過人道還有家庭因素 要讓陸配子女 不管他什麼因素 所以結果現在留在大陸 沒有辦法過來 可是你因為這樣考量 而忘記了我們的防疫的能量 那造成了社會的紛擾 我覺得這個有點得不償失 未來真的要注意 尤其在這個時間點上 大家經絡寒蟬 那我坦白講 你武漢包機地價來兩百多個 接下來也是因為防疫的考量 後續的本來武漢本來還有七八百個 現在恐怕也不知道能不能來 那結果你這個 你關了那一扇門 結果你感覺要開另外一扇窗 這個會讓人家覺得confused 或矛盾之處 這個我補充說一下 因為有一些弄錯了 當然我贊成剛才指責講的就是 陸委會的決策跟說明 要大大的檢討 甚至於你說的 你決策現在被否決掉的時候 不然一天而已 就表示你政務官做的決定 是有錯誤的 他政策的宣佈 沒到他就四點鐘就叫我這樣 所以我回過來講說有一些錯 比如說一開始那個法政處長說明 讓幾乎所有媒體連公共電視台台語台 都下個標叫做 開放什麼陸配親友來台 這很嚴重 其實一開始為什麼會炸鍋是這個標題 可是我剛才詳細說明的內容 就是跟那個完全不一樣 那還有一說說 我們台商你不讓他回來 你怎麼讓他的親友來 台商只要是台灣我們國籍的 沒有不能回來台灣 只要擁有我們國家國籍的 你都可以回來 可是回來要先隔離 那自我隔離是另外一件事情 是交通的問題 因為有的封城你根本出不來 封城之後才有 現在才放五個機場 對 才有包機的問題 大多數封城連跑都跑不掉 是交通問題 台灣從來沒有禁止台商回到台灣 主要是中華民國級的 一定可以回來 另外還有一個謬誤就是說 哦 你到Abo把它促銷掉 那早上有空檔 是不是你想放回來的 已經回來的 拜託 這個其實我可以開始 它原來設計的是 本來通通可以回來改成申請制 申請要下禮拜才能核准 所以都還沒有發生 經過國安會議 行政院決定交由陳時中 最後把它打掉 所以沒有任何漏洞 有人可以趁今天早上搭飛機回來 中國現在也不可以去背我們家 這個要說明一下 你覺得這邊防疫這個好嗎 整體而言我覺得 台灣的公衛的品質還有數值 是相當高的 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我覺得第一線的防疫的人 都盡忠指手 我覺得是肯定的 那你跟趙浩剛看完不一樣 每個人都有他不同看的角度嘛